北安功德会今年向各界募集了许多的物资 安排的节目相当精彩又热闹 创会长郑立娟表示 这次的发放对象共计160多户的弱势家庭 同时也感谢各界鼎力相助 我们这次发放很丰富 发了161户 谢谢大家的很多单位来鼎力相助 还有关怀协会来预检 还有泡咖啡 还有月前再来帮我们品查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 南投县经济方面较为不足 但有很多爱心团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生活在南投县的快乐指数 能排名全台第三名 我们已经跟北安功德会合作四年了 每一年都一直来关心我们这些需要关心的家庭 我们住在南投县幸福指数第三名的县市 大家都还感觉到非常幸福 虽然是没有很多经费资源 可是我们有这么多爱心的社会团体 在这里一直来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那我们也感谢北安功德会会长 来帮助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先议员曾正言感谢爱心团体 捐赠许许多多的百米等物资 让社会感受温暖 蔡宗志议员每年都会办理关怀弱势冬令救济活动 他说明年考虑与北安功德会结合 来一起办理 这样把它办得大 把我们所有的弱势团体接近边人府这些用户 都作为来关心 这场活动共有160多户的弱势家庭受贿 县议员蔡宗志张维华以及曾正言议员 感谢各界爱心 让社会更添温暖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